hello 大家好 欢迎到kx看股 今天是6月20号哦 今天看马股 就好像看恐怖片的开始 不是恐怖片的尾声 不是后面是前面 为什么等一下我们去看看图 继续讨论 记得点阅点赞分享留言 记得按那个铃铛 记得要点阅每天都有视频 等下我做了视频你没有收到讯号 记得跟我炸炸那个like 还有记得跟我分享分享给你的朋友 谢谢 还有记得comment一下留言一下 有什么东西要分享的 有什么 好的tipsy 或者有什么 康陶 要分享的还有什么意见 要分享可以试试可以分享 没有谁对谁错 大家都是分享意见罢了 要开户口记得试试这个 cgsmb户口 里面有tradingview 我看图的软件 里面已经有了 可以玩美股 新加坡 香港 马来西亚 还有这个是合法的 还有 有谁用我的名字 用我的照片跟你讲 叫你投资他们的 投资他们的 投资群 啊 方案啊 或者join 他的group啊 什么东西啊 或者啊 你给10千块 他下个星期 你可以拿回20千块 这些是没有 不是我来的啊 我是讲一个broker 罢了啊 一个投资平台 就是cgsmb啊 然后 然后里面 哦 是 啊 没有 特别 ok 没有特别 叫你投资这个 投资买 一定要买这个买那个啊 ok 你自己选择 你自己要怎么样投资啦 记住了 哦 哦 我们这边我只是分享我自己的看法 罢了啊 我自己的看法不是投资建议哦 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会怎么样玩啊 ok 我自己会怎么样玩 然后 那个大局啊 我会看到啊 如何来 啊怎么讲啊 啊分析啊 那个图啊 跟大家分享分享 如何去分析那个图啊 ok 啊 cgsmb啊 记得啊 要要开户口 连接在下面啊 连接在这个视频上面 在facebook也是有了 填上那个表格先 看看每周声明啊 来我们看器 进去看啊 看图啊 请注意 我不是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我分享我的交易旅程 仅出于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观点 新闻 研究 分析 价格或其他信息 是我个人的观点 并不是投资建议 对于您使用本视频中的信息 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任何利润或金钱 资产或任何贵重物品损失 我不会担任 OK 看看国际先 马股啊 跌破欠1450了 1441了啊 so 当market要大跌 当外资要逃的时候 国家队要保护也保护不了 要撑也撑不住了 所以今天也大跌了 15.5 1064 ok 1.064 新加坡 跌了0.0 新加坡掉了0.055 香港上了0.422 韩国掉了2.0 2.044 蛮多 日本掉了0.739 泰国掉了0.012 菲律宾上了0.038 中国FTSE上了0.273 中国SXE掉了0.041 中国SXE上了1.265 澳洲S&P掉了0.639 印尼掉了0.568 纽西兰掉了0.009 台湾掉了1.75 俄罗斯上了0.061 印度上了0.370 所以亚洲大部分还是跌了 ok 大部分还是在跌 我们看英国 英国FTSE上了0.664 DEX上了0.215 欧洲有小小的反弹 美国FTSE掉了0.128 NYAC掉了0.319 S&P上了0.220 NASDAQ上了1.430 所以美国有小小的反弹 也是也是掉了很久很久 掉了很多天很大跌了很多天 现在有一点小小的反弹 所以今晚美股是没有休息 美国是Bank holiday是休息 所以今晚没有交易 OK 中油5719 一直在跌 中油还是一直在跌 Brandall也大跌1.13 原油也109了 跌到 油大跌了 油不能完了 暂时 金开始起了 金开始慢慢回头 记得 当market一开始大跌的时候 金是跌了先 然后才慢慢回头 因为那些资金开始转回进去了 那些人拿来补仓 什么 那些资金 那些资金 他们补了 然后有多的 然后他们也许会卖 开始买回 放回这个金这边来了 OK OK 所以我们看看马股今天 马股啊 马股发生什么事 那天我讲 妈妈带孩子 那天孩子跌出来了 OK 有 有啊 有这个 什么 天使去撑他 推回他进去 所以 孩子没有跌破妈妈的脚啊 OK 今天 啊 不能了 撑不住了 跌破了妈妈的脚了 啊 所以孩子已经 已经离开了 啊 已经走了了 所以这个呢 啊 已经跑掉了 看来他要跑去哪里 他要跑下来这边 1412了 看来 也许这两天 明天这个 集团 不是讲星期集团没有进场 星期二集团比较认真一点 也许可以抬他一点点 应该 1412了 或者1400 1400点 他要去1400 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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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1400 有一个反弹 我觉得有 可能1350 那天我们看那个 Facebook有一个 啊 Dato 什么明了 他讲 跟他朋友两个谈对吗 他讲 1350反弹啊 这个真的有可能1350反弹啊 因为 我不觉得现在market 还 market会反弹 这个他跌破了 1450 他一定 他应该会去 从事1400的 啊 你看逻辑 对逻辑来讲 他应该回去从事1400 他从事1400 1400应该有支撑 应该会推它上去一点点 哦 然后 再跌多一层 就是1350 也许1350 他可以回升 我们怎么样看 记得 我们还有一个方法看了啊 OK 股债 RSI 一个星期图超卖 没有股债 他 他呢 没有超卖 他就反弹了 OK 所以是不是股债 RSI 突破 一个星期图 RSI突破50 跌破 不是 跌破超卖 跌到去超卖 就是股债了啦 算是股债了 因为 你看啊 几年来没有发生过的 只是2015年发生过一次 RSI跌破 啊 RSI跌破 啊 超卖 啊 2015年 还有COVID 2020年大爆发 跌破 跌破 跌破超卖 你看今天啊 RSI跌破超卖了 啊 这个一个星期图啊 已经跌破超卖了 OK 啊 啊 这么我跟你讲 是一个 是一个 啊 恐怖片的开始啊 啊 恐怖片的开始 OK so RSI一个星期图 跌破超卖 没有降快就回升了 我们讲一个星期啊 也许啊 等他回 等他反弹 也许要 一个月 两个月才会反弹呢 因为我们讲一个星期图啊 啊 OK 所以没有降快啊 这个一天图呢 一天图呢 可能他会比较快啊 可能他在几天里面 他会转弯反弹 他超卖了 几天里面他会转弯 反弹 一个星期里面啊 也许 一个星期图 一个星期图 是没有降快的啊 so 也许还会跌多一轮 1350 也许有这个可能性啊 现在了啊 所以现在不是不可以买 你可以买 玩不要去塞浪 拿一点 拿一部分的资金出来 因为你 你不玩也是闲嘛 你也不知道market 发生什么事 你可以玩 玩一玩一些啊 啊 有机会我们看到有动力 我们有看到有飞天狗 我们有可以追到我们去追 啊 不要去塞浪啊 现在了啊 不要去塞浪啊 等机会来 机会会来的 有耐心等 机会会来的啊 怎么样都会market 都会跌到一个底的啊 他跌到越低越好 记得我们讲什么 他跌到越低越好啊 越低越好 他的底越低 我们捞的越多嘛 好像这个covic 啊 covic 这个啊啊啊啊 疫情啊 疫情股 再跌下来 他冲上去才有 才有肉吃嘛 他在这边 这样子调调调调 你吃 然后你有在这边 这样子震荡小小的震荡 你有什么肉吃啊 等他跌到低低 才有肉吃嘛 啊 不用怕啦 不用紧张啦 看马股 看马股 清晰21 上升股200 下跌股77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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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大了啊 啊 2.623 三量啦 也不大啦 所以今天呢 哦 那个集团是没有整整去去整整去开枪啦 如果集团有去开枪 应该有三点多啦 至少啦 啊 啊 所以你也是只 你也看得到外资集团啦 啊 外资集团 外资也是集团啦 155 15.50 15.5% 跌1.06% 跌破了144 1450 所以早上 散户集团都是卖 然后中午吃啊 吃饭后 有抬抬一点点上来罢了啦 所以集团没有什么去撑 所以今天 FS FSFP 今天这个上市啊 今天炒到蛮高啊 百多巴仙啊 涨了啦 等下我们看看他的图啦 你有买进的话 我们看看 啊 消费掉了0.07 工业上了一点 掉了1.5 全部是跌啊 啊 建筑跌2.95 科技掉2.56 房产啊 这个金融掉1.60 啊房产掉0.97 种植掉1.44 RIT 啊 掉0.31 能源大跌3.92 3.93 啊 医疗跌1.61 电讯跌1.83 啊 运输跌1.22 Utility 水电gas也跌0.53 很多大跌啊 建筑科技大跌啊 啊 能源大跌啊 啊电讯大跌 所以这个很伤了 今天啊 你金融也跌1.60 很伤了 金融跌1.60 很伤了 嗯 嗯 OK 所以market 蛮伤了 今天啊 ok 今天没有什么大量啊 大 今天动力狗只有sfp tech 罢了 上了123% 其他的全部都是动一点点罢了 ok 嗯 嗯 所以今天有很多posting 很多人啊 很多人留言今天啊 很多人留言啊 看看 啊 Daren Ong啊 jump in 不要跳进去咯 market 现在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到底咯 最好不要跳进去啦 我觉得啊 不是胡子建议啊 我觉得罢了啦 找盘很烂啊 pandemic low coming啊 这个讲啊 这个pandemic 疫情的低啦 疫情的低 也许会跌到那边去 一面倒啊 红红啊 GG jephy 哈哈 好料啊 good job啊 good job他是讲这个啦 画出来给你看啦 啊 啊 啊 这个记得这道币没有啊 以前我们看的这道币啊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了啦 他第一次 他是拆那个股票行 拆对了啊 他就发达了啊 他拆错了 他拆错了 他收当了啦 这道币很久很久以前啊 啊 叫什么名字了啦 这个是很好看的 这个股票都戏了啊 啊 我觉得大家都有看过啊 大家都是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啦 年轻的不知道啦 这个啦 嗯 啊 比较我好像我年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大部分都看过这道币啦 ok 这个哇 创车啦 反车啦 反车啊 super boring啊 很很闷啊 这个rico 啊 啊 这个就一片红啦 啊 这个不会读你的名啊 啊 啊 台湾啊 在台湾啊 啊 不会读你的名字 哈哈哈哈哈哈 啊 Daren 啊 没有眼看了 啊 啊 啊 这个要叫上帝就打救了啊 啊 蛮多东西看了 现在啊 现在facebook啊 蛮多东西看了 啊 土爱莲 土爱莲啊 啊 所以不会读你的名字不好不好 不好意思啊 我怀疑不但好了啊 一片红啦 一片红海啊 满江红啊 不要怕 是技术 技术性调整啊 没事啊 哈哈哈 啊 还我看时间还有事啊 啊 OK 我们看这个 要请我喝咖啡就去coffee.com啊 trainin with kx啊 OK 我们看这个 啊 sfptech啊 本南北南苏隆啊 premium tinggi啦 就涨了一整百巴仙啊 他说他起到六十三十cent 起到六十cent啊 我们说我们看看 sfptech 啊 所以你们有买进的 我看一看啊 so 你知道我是没有玩这些的啦 这些啊 上市 啊 我今天第一天交易啦 我看看十五分钟啦 跟大家讲解一下啊 so 他做了什么图出来 一个上升通道 很简单 OK 你你现在你如果你要追进去 或者你已经追进去了 你就要指 以时要逃 啊 你要看通道 他在通道里面 OK 画一个通道在这边 你连接这个底啊 直接底 啊 通道里面 价钱在通道里面 OK 价钱跌破通道 你要小心 OK 加点跌破通道 你要小心 OK 哪你要小心 0.655 第一个讯号 价钱 跌破支撑 第二个讯号 0.635 他跌破这两个 啊你真的要 你真的也许要逃了啦 啊 跌破啊 跌破你看通道啦 跌破通道也许你要逃 如果他是强的话 明天他 他一直一直会在通道上面刨 或者他一直会在0.655上面 还OK 啊 OK Dujo Dujo Setia 拿到257个million的建筑 建筑工程啊 OK 建筑项目了啊 看看Dujo Setia Du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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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ia Ok Gamguda拿到项目 4.12 billion的项目 马股 4.12 billion 41 41的项目 澳元1.35 billion 做这个 bypass 做这个highway的项目 highway的 应该是 highway的项目 OK So Gamguda 他分起来 他总共可以赚到2.1 billion 从这个项目 因为他跟他差不多一半一半分 差不多一半一半分 他差不多有这样多 可以有这样多 OK 看一看Gamguda Gamguda今天跌 因为新闻出 有人卖 有人推 所以Gamguda 如果你今天跌破这边 这边止损3.45 你放了也不用紧 等他再反弹过 如果没有放的话 如果你要再 再试下收 能不能的 你看3.34 他应该站得稳3.34 他站不稳3.34 真的要逃了 这个 这个应该今天跌 因为下晚news 因为这个新闻 很多人 新闻出来是卖的 所以很多人卖 应该 希望他不要再跌 他再跌 逃了先 没有办法 逃了先 market真的很烂 这个应该还有mrt 玩的Gamguda that's why 如果你没有卖 也许你收多一两天 如果还是跌 放了先 改次 再反弹mrt 反弹再去老公 ok 这个就讲 大卖 马股 510个million 被卖出 上个星期 就外址 卖出 510个million so 要 要 那个什么 那个 国家队要救也难救 这样大的量出 ok cgsmb 你看 现在 有这个 有这个什么 有这个讯号 讲那个market 有这个tipsy 有讯号 market 没有 本来我们想象中 这样好 你看cgsmb 已经调低了 他的 kLCI年尾的目标了 去到1568 ok 从1647到1568蛮大蛮大 蛮大 所以我们要看了 因为什么 因为他讲 也许这个因为这个 啊 啊 这选举了 和美国的美国 这个经济衰退了 so 很多东西可以讲 so 我们看看 很多东西 很多这些问题 打仗 通货膨胀 全部都会影响到 so 你看 这个cmb 调下来了 我看其他的 慢慢也会调了 所以也会调了 so 你看啊 cgsmb 调到这边来了 所以没有 在没有 没有做到更高峰了 也许我觉得 今天的顶就是在这边 不了 我觉得 差不多 可能高一点 cgsmb在这边 高一点 so 应该market 看来呢 还会跌 跌到1350 坦位上来 还ok啦 还有的玩 所以他跌得越低越好 他跌得越低越好 还有一点窗口 他不跌就没有什么窗口玩 看来还要跌 所以market现在已经调低了 调低了 调低了 他们目标 他们觉得 so 不容易了 这个da就讲 这个orga bill 要上市了 33 有机会 他的fair value 他的合理价钱是33 他上市31 所以没有什么大窗口 UNW 它的这个 销量 4% 上了4% 跟上个月5月比 整年的 如果跟整年比 头5个月 上了10% 他的销量 还不错 but 你知道 这个 这个 什么 这个车的税 又要开始 6月 这个免税 车的免税 就 6月尾就没有了 所以可能 这个会给这个车 卖这个车的公司有压力 所以这个跌了 UNW跌下来了 UNW暂时不要完全 我觉得还要跌 暂时不要完全 Bjava food OK Bjava food 在年尾 要开这个 Paris Baguette 那天讲 他跟这个合作 他的这个 店 要开了 到年尾 Paris Baguette 这个是做那些 Kick那些的 好像是做Kick那些 所以Bjava food 已经炒到很高了 开始跌了 不要玩了 开始跌下来了 通道底便宜 通道底归 那跌到通道底 看他发生什么事先 我跌到通道底 反弹可以死 啊 这个Kerry Kerry里面大战 打 打打战了 里面啊 他的Founder 创作人 是不是叫做 创作人Founder 啊 在告啊 创作人 创作人啊 创办人啊 创 创办人啊 在在告啊 他的这些 Board of Director啊 讲他出假新闻啊 董事会啊 董事会啊 现在这个董事啊 没有 but啊 现在又讲没有了啊 所以才在告自己 瞬间里面啊 有点像serba 里面 里面 里面自己在打架了 ok Kerry 忘记看Kerry Kerry不要玩啦 Kerry 掉越深了啊 Kerry啊 帮沙休吧 帮沙休吧 GJAYA GJAYA在横盘了啦 他也充不上块2 也没有跌破块1 1.11也起放了先 如果他突破块2 也许可以加码可以买上去 你没有买进了就等他跌破块2先 1.2 1.205 突破 sorry 快2先 PCAM 要在2025年 做这个 Malic Anhydrate 不知道华语叫什么 这个化学 马来酸干 哈哈哈哈 这个化学药品 他要做这个 看他这个新闻出来 看他对他有没有好 有没有什么东 有什么 发 什么发展 Petronas Chemical Petronas Chemical开始跌出通道了 这个不能玩了啦 也许放了先 突破了跌破了跌破了 不能了 炒到炒到高了 等他改式再反弹先 啊 这个啊这个车的text啊 啊 30号就没有了啦 财政部表示 车辆销售豁免将于6月30日结束 啊 这个对那些车 可能有一点压力啦 车的公司 OK 所以今天动力股没有啦 没有动力股就讲了SFP Tech 罢了啦 所以啊 所以今天啊 也许是 啊 那个恐怖片的开始罢了啦 所以大家要小心 可以玩 老一点 追一点飞天股 老一点啊 底可以试试 不要去塞浪啦 Market现在真的 还没有跌到底啦 OK 我们明天再谈 拜拜